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12集 田夫君的这番文艺理论 尽管过于牵强 却一下子把黑老说高兴了 他竟然竖起拇指 对田夫君说 哎呀 谁说你是个外行 你比内行还内行 你要是搞文学艺术 一定能成大事业 田夫君仰头大笑了 我根本吃不了那碗饭 他看黑老情绪高涨起来 乘机转了话题 说 你到黄元来 一定要对咱们地区的文化事业 给予指导 他指了指旁边的杜正贤和贾兵 他两个负责这方面的事 有什么你就对他们说 你也知道 咱们山区文化落后 人才留不住 杜正贤赶忙插话说 我们已经安排黑老 为全区文化艺术界 做一次报告 黑白同志 也就不客气地 指导起黄元的文化工作来了 他建议田夫君 办个戏剧学校 搞个诗设 等条件成熟后 还应该成立文联 并把黄元文艺 从文化馆分出来 归文联领导 他回去 找省委宣传部长 争取让这刊物 公开在全国发行 田夫君一一点头赞取 指示杜正贤和贾兵 认真研究黑老的建议 并说过一段时间 他要专门召集个会议 解决文化艺术部门的问题 本来田夫君准备 以地委的名义 中午在黄元宾馆宴请黑老 但诗人贾兵 已经专门买了一只羊 要在家里款待黑老 请他吃羊肉 荞麦割驼 地委的宴会 只好推到黑老离开时举行 众人和田夫君 在办公室告辞后 贾兵硬拉扶君的侄女润叶 也到他家里去陪黑老吃饭 和贾兵一个单位的杜莉莉 已经和他的男朋友伍惠良 在贾兵家 帮他老婆准备这顿饭了 因此贾兵想让润叶 也去凑个热闹 田夫君鼓动让侄女去 润叶就答应下来 杜正贤 因为女儿和女婿 都已经在贾兵家 因此推辞说 他还要给田书记 汇报文化方面的工作 谢绝了贾兵的邀请 润叶和贾老师 簇拥着黑老出了地位大院 一块相跟着来到诗人家 他们进家以后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张红油漆炕桌上 摆满了各种调料 贾兵和莉莉的男朋友 武惠良 先陪黑老喝酒 润叶和莉莉帮贾兵的爱人 往桌子上端菜 当一盆子大块羊肉上来后 贾兵硬拉润叶和莉莉 也坐下来吃 让他老婆一个人去忙 黑老是个乐呵人 开玩笑 要和贾兵的爱人碰一杯酒 但这位腼腆的妇女 红着脸退出了房间 诗人尴尬地对黑老说 我老婆怕见生人 请黑老不要介意 说完这句话后 诗人借着几杯酒落肚 竟动情地给客人讲起了 他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 贾兵告诉大家 他老婆一个字也不识 他们是同村又是邻居 在他上大学时 他把唯一的亲人老母亲 一个人丢在家 全靠他现在的爱人照料 但那时他们什么关系也不是 只是同村邻居 他当时已经在大学爱上了同班一位城市姑娘 可是后来他母亲非让他和现在的这个爱人结婚不可 并说如果贾兵不答应这件事 他就要一头碰死在贾兵面前 贾兵没有办法 只好在爱情和孝心之间选择了后者 结婚以后 他才知道 在那些困难的岁月 当时他爱人为了照顾他妈 偷拿自己家里的东西 曾经挨过他父亲的打骂 天长日久 贾兵觉得他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现在 他老婆办了营业执照 在二道街上卖羊杂碎 起早贪黑 为他操持家庭 还给他生了三个小子 贾兵的工资越越花得尽光 家庭全凭老婆来养活 他有时还跑到市场上向老婆要零花钱来 冲动的诗人说得泪水满面 弄得客人也都吃不成饭了 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是明年天暖后 带着我老婆去逛一回省城 我要把她引到皇后王后的陵墓前说 我老婆和你们一样伟大 诗人又立刻破涕为笑 赶紧招呼客人 吃他老婆做的桥面鸽托阳心汤 于是众人也都笑了 但润叶没有笑 他一直沉默地听诗人 说他和他爱人的故事 唉 不幸的人 最怕听别人说他们的幸福 吃完饭后 润叶说他有点事 就一个人先离开了诗人家 今天是星期六 他实际上没什么事 只是觉得心情烦乱 不想和别人待在一起 田润叶独自回了团地伪少儿部的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就他一人 墙角支着一张单人床 晚上下班以后 他通常不回二爸家 自己在机关灶上吃完饭 就在这里过夜 这个已婚女子 完全过着单身汉生活 自到黄元以后 他也尽量忘记 自己已经结了婚 由于心灵受过创伤 这个人现在变得有些孤僻 除过工作以外 一般很少和别人交往 甚至也不常去好朋友 渡莉莉那里 武慧良现在是团地委书记 他和莉莉都了解 润叶在婚姻上的波折 因此很想让润叶 去莉莉那里玩一玩 散一散心 但他们并不知道 润叶最不愿意看见 他们之间的那种甜蜜关系了 不能说我们的润叶 心里已经变态 不 他并不妒忌朋友的幸福 他只是怕因此 而勾起自己的难过 他将怎么办 他自己仍然不清楚 回到团地委后 润叶闭着眼睛 在自己的床上 躺了很长时间 思绪像发过洪水的河流 也不知道 倒就漂浮过些什么东西 天黑以后 他才爬起来 悄无声息地去大灶上喝了点稀饭 他突然想起 他应该去收拾一下他二爸的办公室 今天因为招待黑老 二爸的办公室被搞得很凌乱 这样 他把碗筷放回宿舍 就又反身向地委常委小院走去 进了院子 润叶 润叶看见二爸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 他还没回家去吃饭 润叶进了门 才发现原来是妹妹和他们村的少平待在这里 润叶心意惊 因为他恍惚中先错把少平当成了少安 是啊 少平已经长了这么大 而且太像他哥了 少平和小霞正在一块吃饭 见润叶进来 两个人都站起来 少平赶忙叫了一声 姐 在这里猛然见到少平 不知为什么 润叶由不得兴奋起来 她开始询问 双水村和她家里的情况 少平就给她细说了一通 并且还转弯抹角 让她知道了少安的许多情况 少安 少安 你现在活得多么美气呀 一提起少安 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 就使润叶不由地默默低下了头 流逝的往事 此刻又回到了她的心间 那梦魂一般的信天游 也在她的耳边萦绕起来 很长时间 润叶才把深埋的头抬起来 她看见 小霞已经躲到外间去了 少平坐在她对面 脸扭向一边 眼里似乎含着泪水 少平显然已经知道 润叶和她哥的事 也知道润叶现在的难过 润叶于是岔开话题 询问少平到黄园来干什么 少平就难为情地 用手背开了开眼睛 告诉她 她是来黄园拦短工的 润叶看着这个长相 酷似少安的青年 心中产生了一种 无限恋爱的感情 她对少平说 有什么困难 就到团地委来找她 并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 也留给了少平 然后三个人相帮着 把里外间的房子 收拾了一遍 润叶就回团地委去了 半个月以后 杜莉莉和武惠良 在黄园宾馆举行婚礼 无论从哪方面说 这个婚礼 润叶非得去参加不行 莉莉和惠良的婚礼 搞得十分铺张 主办人是惠良的叔叔 武红泉 这位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主任 神通广大 气派非凡 完全按省里接待贵宾的规格 搞了几桌山珍海味 除过双方家长 文化局长杜正贤 和劳动局长武德全外 前来吃喜宴的 大部分是地区的部局长 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 他公共李登云也来了 两个人尽管没有坐在一个桌子上 但世界上也许再没有这么令人别扭的事了 新婚夫妇的幸福 和他们双方家长的喜庆气氛 从不同的角度 同时刺激着田润叶和李登云 公公和儿媳妇都各有各的心酸 聪明的莉莉和惠良都看出了润叶的困难处境 惠良向莉莉耳语了几句 莉莉就对旁边的润叶说 你要是身体不舒服 就先回去休息一会儿 润叶尽量忍着 没让泪水从眼里涌出来 她站起来拉着莉莉 手在好朋友的肩背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 想说句祝福她的话 但不知说什么是好 她于是又和惠良打了个招呼 就一个人匆匆出了宴会厅 润叶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 初冬的夜晚彻骨般寒冷 冰凉的街道 冰凉的夜空 当头悬着一轮冰凉的月亮 润叶的心也是冰凉的 她一个人低着头 慢慢地在街道上转悠 她不急于回团地委 也不知道自己往何处走 现在 她竟然不知不觉 转悠到二道街的自由市场上了 这里 也已经空荡荡地没有了人际 街道两旁急着低矮的密密麻麻的铁皮小房 是个体户卖吃喝的地方 现在大部分都关了门 只有个把房间还亮着灯火 但也没有顾客 店主们正懒洋洋地收拾碗筷 或指头站着唾沫在灯下细心地点钱 润叶不由停住了脚步 并且向旁边的暗影处一闪 她看见对面不远的一个店铺里 诗人贾兵腰里围着块破布 正帮她的老婆洗碗 贾兵嘴里还说着什么 并且扬起手 在她爱人的屁股袋上 轻腻地拍了一巴掌 她爱人便乐得呱呱家大笑起来 润叶猛地转过身 迈着急促的脚步 向南关团地围走去 呼啸地寒风迎面而来 把她脸颊上两行滚烫的泪水 吹落在了冰冷的街道上 在一般人看来 徐国强是个扶老汉 有吃有穿 日子过得十分清闲 更重要的是 她女婿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 她活得多么体面呢 走到哪里 人们都尊敬地对她笑 亲切地 甚至巴结地问候她 奉承她 她要是来到街头 说闲话的退休老头们中间 当然就成了个忠心人物 但是徐国强老汉 自有她的难言之苦 女儿和女婿经常不在家 小霞和润叶 一个星期也只回来一两次 平时家里一整天 就她一个人闲待着 活得实在寂寞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陆瑶 演播杨晨 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